王世坚最近批评林志坚 苏贞昌火力强劲 绿营火大 王浩宇因此反批王世坚父亲王明德 是返校原刑并且害死同学 相对的 赖清德向党员报告时 曾为国民党献明的黄国书表示 力挺民进党 学乏们不觉得违和之外 促转会的前后任官员过去那套 转型正义理论也尘封 原来蔡英文说威权时代选择服从有心解 选择服从民进党 就不必被转型正义追究 就像曾怒枪讲经国害我爸爸 没工作的吴怡农其尊温吴乃德 他十几年前认为应该公布一切 他说真正的和解必须曝露真相 揭露真相有助于受害者的痊愈 十几年后黄国书承认自己是献明 摇身一变后又成为民进党内部向党员 报告的做上宾 并且还坐在赖清德旁边 原来民进党版本的转型正义 容许献明在没有任何 向社会公开真相的情况下 继续为民进党摇旗呐喊 吴怡农的父亲吴乃德现在 为何沉默了呢 话说回来 王世坚这半年来不断批评民进党 硬挺林之间论文案 当王世坚说团结不能黑白不分后 就被抹红被打成中共同路人 到现在更被多位民进党指责 让菲律阵营替他心疼 我却始终记得当年 王世坚怎么对待施明德的 2006年8月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人民 反贪倒扁运动亦称倒扁红山军 当时许多民进党狂咬施明德 就包含王世坚 2006年8月21日 王世坚召开记者会 指控施明德接受前东帝市 关西企业总裁陈尤豪 馈赠台北线系指示移动价值新台币 3400万元的豪宅 并指施明德是陈尤豪的大手 马英九的马前卒 后来施明德告王世坚胜诉 王世坚当年恨这位民进党的叛徒 施明德有多恨呢 2006年8月17日 针对百万人民倒扁运动 王世坚批评施明德 我真的恨不得施前主席 干脆在25年前 被蒋经国枪毙算了 他干脆就当台湾的英雄 让世世代代台湾人纪念他 王世坚甚至说 如果施明德要自焚 他会仿效台湾霹雳火流纹 冲带一桶汽油和一只打火机 陪施明德自焚 我们陪他吗 你要静坐 我们就陪你静坐 你要绝食 我们就陪你绝食 你要自焚没关系啊 每个人汽油一桶 打火机一个 若把王世坚痛批的林志坚与施明德 反对的台湾之子陈水扁对比 那真是叉叉笔鸡腿 前调查局长叶圣茂 曾举行记者会 坦言自己收到爱格蒙联盟 通报扁家洗钱的情资后 将相关文件交给前总统陈水扁 爱格蒙秘书处不愿 据名人士表示 爱格蒙是一个超然独立不受 政治左右的组织 这也是爱格蒙成立的宗旨 但是台湾洗钱防治中心 在处理陈水扁家族洗钱案中 不但违背成立的精神 且将爱格蒙提供情报交付 洗钱犯罪的涉案人 真是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 若在对照我之前提过美国 没收陈水扁在美房地产 这样的陈水扁 竟可以获得王世坚不遗余力的应挺 王世坚府京追袭 不能理解一下为何王浩宇们 会这样痛批你吗 更进一步思考 像失明的这样的人离开民进党后 如今轮到王世坚被检讨 这是天经地义的 因为民进党的天然成分 就包含用尽一切手段攻击叛徒 至于何谓叛徒 只要加入过民进党又脱离 或者竟敢批评民进党 那就是该死的叛徒 例如苏贞昌痛骂郑立文 不会像你如此不要脸一样 相对的 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 即使当过国民党的宪民 像黄国书也可以在未经过 任何转型正义的处理 继续在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旁边 长乡左右 又如把高中老师砍头当中屠杀的 杀人魔杨振龙 风传媒记者谢梦颖采访他的时候 完全只有加害人杨振龙的一面之词 没有谈到他赌博 翘克 只有杨振龙个人对老师的仇恨言论 对赵谢梦颖所有报道 这篇可说是唯一站在加害者立场的报道 其他谈到228 白色恐怖等 皆是受害者立场 为何谢梦颖把老师当中屠杀 砍头的人可以说得那么委屈 杨振龙的同学几十人乃至被害人将心 同家属亲朋好友 为何全被媒体消音 说穿了 这就是现在台湾文化 即民进党政党文化的一环 不管过去做过什么 现在效忠民进党及其附随组织 就算是杀人魔或违反转型正义 大家都可以不在意 就像杀人魔杨振龙屠杀老师砍头 被封传媒记者谢梦颖报道的可怜兮兮 还侮辱老师被害人将心同至极 就像谢明皇国书 因为他支持明年民进党继续执政 所以可以打脸脸坐在赖清德旁 当初满口要公布谢明真相的无奈德们 也不再批判 就像王世坚以前即使曾以痛批 失明得立下汉马功劳 如今也要被追杀 正如我过去所不断重复的 台湾促转会自命东厂才是其本色 东厂只追杀叛徒而非自己人 即使是貌似中立的新闻报道 什么新闻伦理在砍头加害人 及受难家属的天秤中 也必然失去平衡 因为台湾转型正义只为民进党服务 至于媒体记者为何不关心 被228家属杨振龙屠杀的被害人呢 就像前接台湾转型正义的概念 蒋介石洗钱到巴西被杜鲁门 指责证明国民党腐败 陈水扁洗钱到海外被失明得 批评证明失事叛徒 无论促转会或转型正义的上位概念 都是民进党的利益及台湾价值 被砍头屠杀的高中老师 因其加害人有台湾价值 又怎能报道被害人的痛苦呢 Blackjack2023年1月15日 王浩宇称王世坚霸出卖同学 都死了高家于批伤口上撒盐 非常不道德 2023年1月15日11点35分联合报记者 林明汉 美台北及时报道 民进党桃源市前议员王浩宇昨天称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的 父亲王明德出卖同学 最后同学都死了 只有出卖大家的飞黄腾达 民进党立委高家于今天说 在白色恐怖的威权年代 所有被压迫者都是受害者 如果要在人家的伤口上撒盐 或者是拿这件事情作为攻击 仇恨的对象 他觉得非常不道德 耶路 对象